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水果 看一看 新鲜的水果 来 歇上来看看了 小姐 来点水果 好 这样 老板 我已经仔细地查过 除了您说的那个姓吴的之外 只有一个伙计 绝无旁人 捕完接外就有一个警署 老板 您放心 我们会小心行事的 来 站长 地下水道的草图 我已经完全贴好了 可是 其中少了两块 少哪两块 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 草图上标志着有啊 我见到过的 可是现在 单单就学这两张纸 你已经说的 见到过吗 没看到 我从你那儿拿到 就直接交给戴小姐 她吩咐我贴上墙 我就贴了 贴的时候 也没有发现 我是照着地图对的 拼补圈 就是 就是缺这两张纸 是的 跟我来 是 说说看 那两张纸 会是谁拿的 镇长 我看是戴小姐拿的 为什么呢 朝好的方向讲 她不想让我们了解太多 她以为她能掌控大局 那朝坏的方面讲呢 站长 我看是 她想为中共掩盖 不对啊 那是她让贴上的 还有一种可能 不是她干的 难道是小林 绝对没有可能 小林的哥哥是被共党处决的 她丈夫是中美合作所的 中共是不会发展这种人做卧底的 那是谁啊 少校 站长 不可能啊 那个时候 染房的事情刚出 少校被关禁闭呢 不错 她当时是在关禁闭 可是那天我在询问她的时候 当她说到我也怀疑戴小姐的时候 戴小姐突然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把我叫到教室 当时她就一个人站着 她当时就站在这个位置上 站长 要是照您这么说的话 她这么会见缝插针 她肯定就是垫底 但是她什么时候开始的 难道她进培训班之前就是共产党 那也不会啊 当时在济南站的时候 她可是破获济南地下党的功臣呢 要不是碰上小日本 济南地下党就被她一锅端了 济南那件事也是一桩悬案 站长 那件事情上戴老板 对少校可是非常肯定 并且给了嘉奖的 不管怎么说 当一个人总缠在嫌疑之中 那么这个人就是有问题的 那咱先别忙着下结论 先问问戴小姐吧 怎么问 她拿了能说拿吗 她说没拿 我们是相信她还是相信少校呢 我们相信事实吗 历史上总有一些不是事实的事实 称之为悬念 真是扑朔迷离啊 就让这些事先悬着 搁在我们心里 看看再说吧 喂 中央银行 我是杜雷 什么 为朕还要进地下金库 喂老板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让几位久等了 怎么 我来看看我自己的保险柜 要打电话请示吗 喂老板 您又不是不知道 现在是非常时期 宪兵接管了我们的银行 要想进入金库 必须得保密局批准 岂有此理 魏老板 您先消消气 杜战长知道您今天大驾光临 现在正在赶来的路上 马上就到 我看我的柜子关他屁事 我马上就要进去 好 姐夫 我们就再等一会儿 等那个杜战长来 他马上就到吗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马上 什么人都不闲着 戴小姐特意把魏公关给雕出来 对 难道他也怀疑魏公关 兵临城下人心大乱 什么人都可以怀疑 就连陈城 人城小委员长 小伟座 也可以怀疑 冲过去 你不是说他马上就到吗 这都十分钟了 魏老板 您再等等 他肯定马上就到 我现在就进去 魏老板 你去 你去 好 贤兵先生 这位是我们银行的大主户 魏老板 想去金库看一下 什么魏老板 鬼老板 现在任何人都不许进去 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是不是想开枪啊 你们瞎了眼了 哎呀 杜战长 您可算是来了 真是魏老板 还不展开 是 不好意思啊 杜将 我的柜子也被军管了吗 哪里哪里 宪兵队是奉命接管银行 怎么会接管你的柜子呢 真害羞 真是啊 说不见数日不见 说见天天见 这种贱命 还是免了的好 为了吗 好啊 马处长 好 好个兵戎相见 误会 误会 这是上面的意思 我们战长也没有办法 战长本来是要回家的 一听说您来了 这不 亲自赶来了 好 还我面子 客气 这位是 啊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内疚 冯先生 哦 哈哈 你好 昨天上午我去对仗 将军来了 但是我走得匆忙了点 还望将军多多包涵 后会有期 开门 请 需要多少你就数个数 行 姐夫 妈妈还好吗 好 就是吃不惯面包 吃了黄油拉肚子 站长 说正常也正常 说不正常 这也太不正常了 怎么讲啊 明显这话是说给咱们听的 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又怎么样啊 他那个内疚要不要长 立行吧 好 站长 还有那个女的 太不像有钱人家了 身上透着一股葱味 行啊 难怪戴小姐说看到了希望 嗨 你说过要和我封与同舟 你说过要和我封与同舟 现在背信信义 出卖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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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戴在周辰之下 还不知道他的心腹爱将杜蕾 是个犹大 是个背叹者 是个妖怪 很常常 知道 那你还敢出卖我 哎 不是 大 prise 对 嘔詐 愿 你 杜将军 好啊 你是 将军不认识我了 他要找人 是 问了杀向东 是的 你后悔了 将军 我们需要你 我的耳朵里刮过一句 不不不 是捕捉 我们需要你捕捉到更多的信息 我要书面命令 没有书面命令 你终于出牌了将军 既然出了牌 那就是入局了 不过你要当心 你入的可是 生死牌 他对华哥知道的比我们还多 布萨蒙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我们见过吗 当然见过 不过 你不一定见过我 我却一定见过你 是吗 听起来很有点悬啊 我没让你感到害怕吧 害怕 或者说 感到讨厌 嗨 一般来讲 见到军统的人 总是会让人感觉有点讨厌 那是因为你有情绪 或者说 心里有鬼 对对对 一般对我们感到害怕 和讨厌的人 心里肯定有鬼 有意思 当然有意思 朱三墨 有一点我非常肯定 你的瞬间形象 都在我的脑子里 哦 你是说 照片 对 照片 不过 在我的记忆里 你不姓朱 那我姓什么 姓江 姓江 对 当然了 江也不是你的真性 你们通常 是用画面 长官真会开玩笑 你看我 是在开玩笑吗 我看现在 更像是在开玩笑 你想干什么 聪明人不用点拨 就知道关键所在 枪一响 你就死定了 杜将军这身少将军服 来之不易 得关心自己的前程 这送我出去不过分了 同僚们都看着 长官 请吧 你这么晚不休息 在干什么呢 等你啊 都几点了 怎么才回来 才十一点刚过 这南京城 就是死城了 杜磊 我听汤伯的副官说了 他们很多家属 都已经去香港了 那是他没到 南京的时候 胡说 我听说 很多将军的家属 都已经开溜了 你啊 一个堂堂保密局的少将 就不能把我送出去吗 好好好 等我探探情况再说 就是嘛 这幸亏啊 我去照了一个面 今天 我看见那个戴大小姐了 他也去了 是啊 都围着他转呢 美女 美个屁 现在啊 有权就是美 你这句话算说对了 人家汤伯啊 就说你啊 是入错行了 我侍入错行了 成也带立 败也带立 把少校手铐打开 你们先出去 是 坐下来 谢谢站着 我看我还是站着说话吧 我得到确证 戴小姐是在找一个人 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 染房出事那天 戴小姐一定跟你说过这件事 说过这个人 谢谢你 把他当成我们之间的命运 你笑什么 你认为他在找谁 八哥 戴小姐都跟沙向东说了 他要见八哥 是吗 既然你都知道了 问我做什么 正是 我要正是 戴小姐是要见八哥 你是在怀疑戴小姐 是共产党 一步一步来吧 是疑点 我总要破解 我无话可说 少将 我实话跟你说 局座对这件事催得很急 保密局很有可能要接管这个案子 你应该清楚 要落到他们的手里 会是什么厚补 镇长 我可是亲眼看着您上侥幸嫁的 我想给您一个建议 当然可以 您可以随便的怀疑一些事情 但是您不可以轻易的怀疑一个人 我看 我还是回禁闭室吧 您再好好想想 该怎么办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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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里面发现一个暗阁 但是被一块板给挡住了 要不我去把它撬开 说不定撬开以后 我们就发现那个什么宝藏了老板 所罗门啊 对对对对 所罗门宝藏 太好了 哎 那老板 您看现在 秦淮河放水有先例 更何况现在就在训期 哎 老板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宝藏 说不定啊 还真让我给找着了 哎呀 天都瓦 要瓦宝藏 等天亮再说 哎 老板 您不是说我没长大吗 不瞒您说 我连做梦都梦见我在一品圈里面 找到宝藏了 我看你就是没长大 哎 老板 我算是看见了 老板也是个急性子 差点就拔出枪来了 能把老板这样好的人 给气成那样 那那个人 一定比袁大逃还坏 对 你说的对 那老板 我去帮你出口气 你怎么帮我出口气啊 哎 他们不是住天都饭店吗 我偷偷摸摸就去把它给做了 不就了啊 这么简单啊 嘿 小全我跟你说啊 那个日本人是特高科的特务 嘿 我们也是特务啊 啊 嘿 在老奖的眼里 那我们就是共产党的特务 你说是吧 对对对对 这么不错小全 你思路还不僵化啊 那老板 您同意了 同意什么 行了 我跟你开玩笑的 睡觉去啊 哎 哎 老板 听到了 那我去睡觉了 嗯 哎 老板 咱们明天去挖吧 挖宝藏 啊 先睡觉 哎 好 睡觉 睡觉 闻 老�LAN 老板 你快着 躲嘴 你快来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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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追他们 喂 不用追了 小全 不错 睡觉还很惊喜 以前在侦察队 训练最多的就是兔子宫 什么叫兔子宫 就是竖着耳朵睡觉的那种 不错 小全 但还是老板几量 您一开灯 就把他们全吓跑了 你就别拍马屁了 对了老板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你说呢 八九不离十 就是那姓郑的 如果是姓郑的 他又和日本人是一伙的 那咱们这个一品轩里头 还真有可能有什么宝贝 我就说嘛 那个木板后面 他肯定有东西 走 带我去看看 好 走 老板 您看 撬开看看 好 好 这里面还是一堵墙 什么都没有 主子 主子 失手了 没想到那小子那么警觉 还没等窍门 店里的灯就亮了 本来我就不同意用这个方法 以后 要再打一品轩的主意就更难了 主子 干脆我们杀进一品轩 我不会刺透落网的 知道 主子是不能露面的 不过 现在都防着江北的共军 谁还会管你呢 主子 你看看那份报纸 总统府特使戴威 这报纸啊 我见过 那你不早告诉我 他跟我们没关系啊 没关系 你仔细看清楚 他是谁 是谁 代敏珠 代 代敏珠 是他 真的是他 阿超 天下没有不散的演习 我们是时候分开了 主子 你答应我 要帮我的 是 我是答应过要帮你 可眼下我是 泥菩萨自身难保啊 主子 我们还可以 再想办法呀 想办法 唯一的办法 就是杀了你 主子 主子饶命 人非草物 输得无情 就是养条狗 也有眷恋之心 主子 可在我跟着你那么多年的份上 我 我不容易啊 厨子 我不容易啊 厨子 饶命啊 杀的人也太多了 算了 你想办法回北平 有机会到东京 你可以看到你的女儿 虽然我是个罪人 可是我还没有到十恶不赦的地 多谢主子 多谢主子 谢主子 记住 忘了一片宣 不要再招惹杀神之祸了 不要再招惹杀神之祸了 请 我还要上了你 你 你 沈黎 驾 铁水莲 驾 沙先生 对不起 打扰了 我只想占用你一点点的时间 我很佩服像沙先生这样的人 像您这样的人 是不可征服的 那你还浪费时间干嘛呀 我不是来征服你的 是来给你一个机会 我读过一个共产党的小册子 说是分化瓦解是对敌斗争的重点 你现在就掌握一个重点 它的威力 胜过广岛爆炸的原子弹 以你们的话说 它是对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致命打击 你说这我听听 知道那个给你送水喝的女人吗 总统府特使 明的是代表委员长来南京劳军的 暗地是在找一个人 一个男人 八哥 怎么样 这个人 和你在一块 怎么样 如果你能指证 他要找的人就是八哥 那么中山一号行动就完蛋了 总统府也完蛋了 南京城就不攻自破了 这个嘛 这个倒是够老蒋致命的 问题是 我指证管用吗 当然了 不过 我们要在他和八哥接头的时候 笑什么呀 你们不是提倡牺牲精神吗 牺牲一个八哥 捣毁一个七世道国的阴谋 实有所得呀 杜雷啊 我一直认为你老奸巨华 没想到 你徒有虚名 你就是个下三滥 来人 沙先生 既然你不肯走 我给你指的阳关道 那我只好送你去鬼门关了 你别像这老天一样 光打雷不下你 非但没下人 还看到太阳 我没指望还能看到太阳 把他推下去 把他给埋了 把他给埋了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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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长 咱们再等等吧 现在他还没有到地狱的门口 等到土没过他大半身 我们还不至少 他就会彻底绝望 上次斯文特就是这样 沙翔东 只要你说是还是不是 就能活下去 你没那么记得 别白费心思了 我不会便宜你的 我会慢慢地折磨你 让你崩溃 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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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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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少孝打开手炮吧 把少孝带上车 是 局作认为 谁开的第一枪至关重要 你的说法有重大嫌疑 重大嫌疑 对 你说你听到第一声枪响掏出了手枪 发现三个人奔来 一边跑一边向你开枪是吗 是 沙相东和他的同伙们认识你吗 更何况那天你乔装成乞丐 我不知道你是在撒谎还是把什么都忘了 所以模拟一下 请当事人来 或许对你 能帮你想起些什么吧 你今天真应该给我带点猪头肉来啊 老伯 你要能说出当天的情景 我请你吃盐水鸭 真的吗 真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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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始了 停 当时你在干什么呀 干什么 我和他打起来了 他都给你猪头肉吃了 怎么还打起来了 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狗特务 我就骂他 你这个狗特务 我从来就不认识什么死猫 我救助他就打 你说是吧 是 站长 当时他在打我 我们俩就做一团 你说你当时看见了马天啸 是 是的 你怎么看到他 马天啸当时跟老乞丐扭打在一起 你知道马天啸乔装成乞丐吗 不知道 所以你看到的不是马天啸 你看到的是沙向东 于是你掏出手枪 朝天放了一枪 你再为中共铭枪报警 是他开的枪 你听到了枪响拔出了手枪 沙向东认出来 你的枪暴露了你的身份 他就向你开枪了 是吗 我看你 我看你 你 你 我看你 我看你